好 那另外呢 是玉峰這邊有聽過 叫骨骰嗎 其實就是頭鋼了 頭鋼了 因為現在其實大家已經習慣 就是樹葬 花葬 海葬 但是很多老一輩 尤其是中南部上來的 他們還是希望可以土葬 可是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你冰櫃不夠 另外來說 你土葬的位置也不夠 所以你可以土葬 你排隊 但是你大概幾年 五年 七年 你就要叫骨骰 現在土葬的地很貴 對啊 而且你公家的 你就是要輪流 輪流換掉 那有些偷工是專業的 有些人他根本不是偷工 他只是在旁邊弄個工療 他可能就是窮途潦倒 然後就去那邊看看 能不能去幫忙 那你幫忙就算了 你幫忙就要跟著 將來偷工 你去從學徒學 可是這一個人他就不要 他就覺得說 有點出自己的 就跟別人去招攬說 做做做做做 那一做也做了幾年 做了幾年 他還發生過一件事情 他一次接了兩個Case 他有點消湯 他就一次接了兩個Case 然後呢 結果家屬就說 這樣你給他撐滾 你只給我撐兩個嘛 他說不是 不是 我要賺你的錢 是因為明天那個時辰 黃到即日 如果在那個時候 撿骨的話大富大貴 所以人緣都不夠 那他就撿 一個是男生 一個是阿公 一個是阿嬤 撿的時候呢 撿起來都要稍微 把那個土剥掉嘛 好 弄完之後呢 兩邊的儀式就 法師就來了 就做做做做做 都入塔了 都沒事了 第二天早上起來啊 那個人就 手就變成這樣 突然手就變成這樣 怎麼腰 你腰不開 然後就開始痠痛 然後開始腳痛 然後就去看醫生嘛 看醫生就說 你這可能是工作 知道他是吸血的 就說你用力過猛 沒關係 肌肉鬆弛痴 打一針不好 打第二部位不好 就弄不掉 然後呢 他就這樣子 痛了好幾個禮拜 然後慢慢的變黑 你想想看 你可以正常活動 有血色 然後變黑之後呢 他就想說 哇 壞死了 不會是那個 蜂窩性主之眼 對 他就說 也沒有傷口 然後是不是要截肢啊 然後後來呢 他又沒辦法再拉下臉 去問那個正牌的那個 透光阿 就想說 這 這杯要怎麼處理 他就問說 你有沒有什麼狀況 他就想說 最近可能有狀況的 就是那一場 兩個人的 一邊阿公一邊阿嬤的 可能弄到 太忙了 他也沒有注意好 到底有沒有 整個都弄好 後來呢 他就說 那你這樣子 手有問題 你兩邊都拿出來 我們再幫你把它排好 人家已經錄摁了 你要去跟人家講 這個大事 這個大事 別人很不願意 對啊 都很不願意啊 那也是這個 正牌的透光阿 就跟他們講說 如果真的有什麼 問題的話 你現在或許沒事 你不想要麻煩 可是這個子孫 將來的楊氏子孫 子子孫孫 你知道這句話很重 什麼叫子子孫孫 不是 你這台 你後一台 後來拿出來之後 錯了 就是手 手滾 阿公的手滾 弄到阿嬤的手滾 你排出來之後 其實你這樣子 倒錯了 偏錯了 如果你是一個一個 拿起來弄的話 你看不出來 你把它排... 排下來 你就會知道 明顯的男生女生的手滾 不一樣 所以再把它弄回去 弄回去之後 所以奇怪 過一兩個禮拜 慢慢的存縮 好 他的手又好了 又好了 對 所以有一些錢 不是你想賺就可以賺的 不要出事了 好 那這個國遠 因為他是記者出身 據說你曾經拿著機器 半夜到網生室去採訪 冰櫃啦 就是冰櫃... 因為那時候其實 二十年前了 管制也沒那麼嚴格 你也知道 那時候我們不是資深記者 你知道嗎 每天被逼得要教獨家 你那時候是在什麼 夜間的那個小組 對... 那個小組就是在做這個 對不對 就衝啦 衝 好 不... 我等一下講那個衝的 當記者還滿辛苦的 我有兩個案子 如果有宗教信仰的話 陽間跟陰間 中間有一道門 一個是在殯儀館 因為辦完以後就進去了 一個是在醫院的急診室 我剛好跑新聞現場 這兩個都有碰到 我先講在殯儀館那個 因為我就是 那時候被逼得要教獨家 然後我去幾局泡茶 然後聽聽聽 有一個綁架案的被害者 好像被找到了 而且被...可能被殺害了 死掉 那第一個會送哪裡 一定是先送殯儀館 兵起來 然後等檢察官再來做相驗 好 確認有沒有 他這是驗的程序 那我... 因為你要知道 之前有個案子以後 大家對綁架案就不能去做 隨便隨意的發佈 那唯一要確認這個事情的話 就只能... 冰褲蟲 那我就... 半夜 因為白天不好混進去 二十年前還真的沒有管那麼嚴 我帶著偷拍的機器 然後夾在包包裡面 就這樣進去 然後... 那時候現在還... 以前連手機都沒有 都是一張一張的小卡 插在那個冰櫃前面 沒錯吧 如... 就是一張小白色的卡 寫在那邊 我就拿著被害人的名字 唸好記住了以後 開始進去裡面 一個... 就看有沒有找到 他一個一個找 當然啊 因為裡面好幾... 好多耶 找... 後來沒有 我就退出來了 那... 回去辦公室裡面 就要去整理那個拍攝的畫面 齊了 那個袋子以前都還是磁性的袋子 上面磁粉的你知道嗎 那種一般那種小的那種袋子 所以我去看那個袋子以後 哇 我只要一進那個冰庫 冰庫有一個門嘛 那我就跟著 往生的家屬一起進去 一進去以後 那個畫面開始托尺 我在裡面這麼久的時間 我在裡面待了 起碼二十幾分鐘 三十幾分鐘 說真的 我也會怕 我整個背都是 就是全部都是 都是螞蟻線 就是黑白的這樣子 我說真的 我在裡面的時候 沒有一個冰櫃是打開的 我背上比誰都還要冷 我就想趕快去確認 沒有 我就出來了 結果一看 然後結果呢 其實的是 那你有可能就整段托尺了嘛 不是喔 我一離開那個冰庫區的時候呢 畫面又恢復了 不要那麼奇怪啦 那怎麼會那麼奇怪 我再盪回去 然後呢 換一台機器 再看一次 還是一樣 只要一進到冰庫區 就托尺 就是整個畫面就不見了 然後一直到離開冰庫區 畫面又恢復了 那時候我的前輩啊 就跟我講說 你去拜拜 拜拜...以後 我就 可能神機大條 就沒事了 結果就剛剛裕峰講的 我後來又去那個大業 當大業記者 自己拍 自己寫 自己剪 然後也是一個 突然間聽到一個現場 有一個往生者 是那個 吊霸掌 就是自殺走的 好 那我就 因為我們那時候 大業記者很多嘛 有人衝現場 有人衝醫院 因為家 為什麼會知道這件事情 是因為聽到說 家屬還堅持 已經 其實已經沒有氣息了 家屬還是堅持要送醫 所以就送急診室 一定就趕快進屋車 就送急診室 那我就被負責拍到 那個急診室門口 然後我就等 然後我確定說 遺體進來了 那我就在 也不要打擾家屬 我就在那個 急診室門口 然後機器架著 然後就對著人家裡面拍 然後就看到 確定家屬進來了 進去 然後就聽到哭聲 那急診室你知道 他的那個門是這樣 然後有人要進出 他就打開 然後過一段時間 電動門 對 好 拍完我想說收工了 四點多了 要回那個公司 準備撿袋子 然後 那SP的袋子 推進去 我開始冒冷汗 為什麼 因為我在找那個畫面的時候 只要是家屬進來都還拍得到 那個門這樣 就開始 又是托尺 完全沒有畫面 聲音畫面都沒有 前面都有 前面沒有 然後呢 門一關起來 過沒有多久 又有畫面了 要怎麼解釋 我就換了好幾台機器 然後呢 又是在把資深的記者找來 說我是不是機器有問題 還去保養幹嘛都沒有 然後再去放袋子放進去看 不過我請教你 你衝進去冰櫃在凌晨 去看冰櫃 你是看那個 因為冰櫃是一格一格的 他就是不鏽鋼的門 前面有名牌對不對 他以前在冰櫃的正中央 他會有一個紙牌放在裡 因為一進一出嘛 出了之後他就會抽掉 換一格下去 那你要確定死者身份 最快的方式就是說 有沒有過世了 去看那個一定最準 因為他會送那裡 紙牌塞進去 不是他就是紙牌 會插在那個殼子裡面 就這樣插進去 然後我就去一看 不是 那下來看也不是 還有高的 因為他的冰櫃不是只有 你的視線範圍 還有這樣墊腳看 確定不是的 這樣一路看下來 三改四個忘了 那裡面是燈火通明的嗎 亮的啦 亮的啦 但是 就真的很毛啦 真的很毛 要不是 要不是為了要拚獨家 我不可能去再做這種事情 那真的很毛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就這樣子快樂 在那裡 也許可以收到 看來 開啟小鈴鐺 接近 用電彠面 Roberto